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深浅战略 又要进入一个关键的时刻了 那我记得我在上礼拜已经跟各位讲 这个礼拜的上半周会震荡 那时间是最好的证人 那这个礼拜呢这两天一二都是震荡 而且都是量缩的格局 OK那这样子你要好好参考一下 我上礼拜跟你讲了 就这个礼拜上半周 它的一个走势会决定下半周的一个走势 非常重要了 那这中间的一个变化 那么我想有三个变数 三个变数 那第一个变数呢 应该就是所谓量价关系 量价关系 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些变数 那第二个呢 是里面的内容 台股里面的内容 它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散户的空单 那散户的空单呢 那在这个地方 那变成一块 那么很香甜很美味的一个肥肉 那这块肥肉呢 那么外资想吭 那主力呢也想吭 那这个非常迷人 那到底这些 那么如财狼似二虎的这些人呢 那么会不会 这个要怎么去吃这块肥肉 这个 这个 哇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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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刺激的啦 所以我一直在跟各位讲说 这个盘呢 这个盘喔 这个盘喔 到这里最关键啦 这个是一个关键 这里也是一个关键啦 这里是一个关键啦 不过这个关键是非常重要喔 因为这个 这个 一百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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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指上啊 指下嘛 啊当然还有一个例外啦 那个等一下再跟你谈喔 不过这个马上要出来 这个决战马上要出来啦 这个决战马上要出来 这个 作对啦 我很希望散户作对 作对这段喔 这个你说会跌多少 坦白讲 现在不用去管它啦 应该理论上跌不了多少啦 好 但是 希望散户是作对的 那散户作对这段 像我已經跟你講過 贏到信心 贏到尊嚴 贏到膽量 贏回來了 那有信心 有尊嚴 有膽量 這個轉折點 你自然會去怎樣 充分的一個把握 充分的一個把握 那這一波是今年最大的一個行情 今年到明年初了 這可能會走到明年的第一季去了 那如果這樣的 這一種走勢的話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一定要好好把握 如果這邊下來的話 直接從這裡下來的話 這一段要漲 一定是電子加金融一起漲 電子加金融一起漲 因為這一段拉回 主要是要拉回什麼 金融股嘛 金融股經過整理之後 因為它長多的一個結構 它只是短線高點出現 它說拉回 那未來這一段呢 金融股一定不會缺席 好 那這一波上來的過程裡面 電子股已經有復甦的一個現象 有蘇醒的一個現象 如果這裡有動的話 那下一波 這裡啊 主力 他不會看這一段 主力要回來 他不只看這一段 他應該是看到這一段 所以電子股跟金融股 會拉這一段的行情 所以這一段的一個指數呢 一定會非常精彩 但是 真的就要下來 真的就要下來 萬一 如果沒有下來的話 剛剛所講的這些 那邊都是美的冒泡 都是幻影 所以我也很希望 它趕快下來 但問題下得來嗎 問題下得來嗎 今天最高已經跌到23點了 收盤跌22點 問題是下得來嗎 看到指數 跌2點 現貨跌22點 期貨跌2點 那根本就是 金融股是不讓你下來嘛 根本就不讓你下來 對不對 你越空它越不下來嘛 所以 我們要看看 看一些東西 你自己要體會一下 投資本我現在講的 都是我過去所講的 那你去印證看看 看你認為應不應該不 這個你自己決定 這個我沒有辦法幫你決定 如果會跌的話 主要是它嘛 我說金融股短線已經見高了嘛 它會跌嘛 人家也真的跌了 其實跌不了那麼多而已啦 好 那如果台灣本身不幫忙的話 我們看看 我們看 最近的美股會拉回 對不對 會拉回 那但是呢 美股拉回 會不會跟我們同步 這個我不知道 那以這種狀況的話 有沒有同步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可是我們現在重點來了 這美國股市在昨天的時候 我請問各位 在昨天這個時刻的時候 誰告訴你 道窮會跌 我們講真的啊 在那一種時間喔 誰告訴你道窮會跌 誰有講過今天那個 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會拉回的 開玩笑 因為這是用猜的 我跟你講啦 這種東西嚇到就都適合啦 這無量就是無量嘛 對不對 無量你在創高當然是有麻煩啦 所以我說這個是多開盤的啊 開出來 開這個盤 開出來在煩惱而已 最主要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道窮 最主要你看日線看不清楚 那也麻煩你一下看一下 這個吧 我把這個線扇一扇啦 看起來應該比較舒服一點 有沒有 你至少要看得出來說 道窮上個禮拜 拉著一根線 量耶 量跑到哪裡去 你自己看看啊 因為他成交日期只有三天半嘛 對不對 只有三天半的一個交易日嘛 所以他量不會增加 量不會增加 你又繼續創高 你不早死 早應該是到禮拜就要下來的 你自己不下來的啊 所以我們今天跟你講的這個 你看到現在看到的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他不是用猜的啦 你不要傻傻的 又被李老師猜對了 要猜也要有實力吧 我們講真的啊 要用搖 你也要搖到哪裡 搶還要搖到哪裡 你也是 人家說搶好運啦 一定有一個實力的啦 對不對 那你 我請問你嘛 你有沒有這些實力嘛 有的就事先講嘛 不要事後馬後炮嘛 接下來才說又怎樣又怎樣 那個都是假講的 假腳安小弟啦 這個拉回一定要事先告知嘛 我哪一次沒有跟你講的啊 好現在來了 我昨天有沒有講過 這個叫Next Day 也是一樣跌啦 但這個還好啦 還好這根線的位置是在這裡的 如果那個線的位置喔 來看喔 如果這帶 這裡是不是這根紅線 對不對 這一根嘛 然後帶這一根嘛 它是不是一個缺口 對不對 那如果 也是往下跳就好 拉一根黑黑下來 那這三組線叫什麼 這叫鑫線嘛 流鑫嘛 有沒有交過 這個我的DVD都交過了 這個叫流鑫線 流鑫線 打一根黑黑下來 這個叫做夜鑫了啦 夜鑫是一個反轉的訊號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就是夜鑫 那還好它沒有 你看注意看 放大一點 它沒有 有沒有 有喔 有嘛 看得出來 還好能不能往下跳 好 那既然它不是夜鑫型態的話 那沒關係啦 它不是一個反轉的一個型態 它只是一個良性拉毀 而且這個拉毀呢 對現行上也沒有產生什麼任何的一個破壞啦 所以我會告訴各位喔 基數分析為什麼會有用 你把這個基礎學起來 你用到哪裡都一樣 放諸四海皆準 這就是基數分析好用的地方 你沒有辦法去 如果你今天是在操作美國股市 當然美國股市的消息你都很熟啊 這問題我們沒有辦法那麼多時間在操作 比如說台股收盤之後趕快等一下 吃完飯可能又要開始歐洲要開盤 歐洲開盤之後 歐洲開盤之後 美國又要開盤了 歐洲還沒收盤的時候 美國就要開盤了 那美國開盤可能睡一下 台股又要開盤了 你是人又不是機器 所以你沒有辦法參與那麼多股市嘛 你沒有辦法參與那麼多嘛 那你沒有辦法參與那麼多 那你沒有辦法參與那麼多 有些消息你會漏失掉喔 那漏失掉怎麼辦 如果用消息做人你怎麼做 所以要有一套準則啦 這一套準則叫技術分析啦 技術分析用在台灣用在美國用在中國大陸 用在全世界的地方通通一樣 量價做基礎就好 不然你會覺得我這麼容易 對不對 好那一樣這個東西 那如果說它的一個 它沒有反轉訊號 好那麼現在美國股市拉回反而是好事 對多頭來講是好事 為什麼 你每天創新高你做多你不會 每天在創新高啊 你做多你不會緊張啊 你做多 天天你會想說天天在創新高有什麼好緊張的 你講歸講啊你 每次都講那個風涼話 那你為什麼 為什麼你股票在賺的時候爆會怕 會怕會想麻煩賣掉 所以講歸講那個 這個在上漲 你對你做多的人是有一點壓力啊 你怕那會滑下來嘛 對不對你怕那會滑下來嘛 所以滑下來的時候最好嘛 滑下來的時候最好嘛 滑下來的時候都是在知道 降低它的風險嘛 接下來都是在降低它的風險啊 那除了降低風險也提供另外一個進場點嘛 有沒有都提供另外一次進場點 所以這個拉回應該是怎樣 要正面看待 把做多的風險把它降低 所以應該要正面看待 所以美國縮下來對頭頭是好事 那美國這個應該是價量偏離的一個多方修正 這沒有問題啦 價量偏離掉它本來就要修正 那如果是價量偏離的話 它的修正這時間不要太長 你不要想做什麼一個月兩個月 沒那麼簡單啦 這不會太長啦 搞不好又是這一種小小的 又是這一種 搞不好又是這一種 又是這一種修正 那如果修正的話 混淆混又要上去 那你說你空單會不會有壓力 變成你空單會有壓力 好來 那台灣跟美國股市會不會連動 跌啦 跌77點啦 那到底是連動還是脫鉤 抑或是脫鉤 所以到底是連動還是脫鉤 我可以來分析是這樣而已 你有一些部分 你自己去體會啊 我昨天就跟你講過嘛 美股會跌沒有錯 但是會不會同步 我不知道嘛 這個要市場決定 這不是李老師在決定的 這是市場決定要不要同步 這不是我決定的 我只能告訴你美國股市會跌 我只能告訴你金融股會跌 但是指數要不要跌 那是市場決定 不是我決定的 不是我決定的 好 那現在來了 上半週到明天就 結束了嘛 到明天就結束了 那明天 將要影響到你下半週的一個走勢了 所以明天是一個最重要 最關鍵的日子 在這最關鍵的日子裡面 你要注意到幾件事情 你要注意到幾件事情 我等一下可能要好好跟你談這個東西 其實做錯也沒有關係 做錯那有什麼關係 誰沒有做錯過 但是你要知道你做錯 要一個人認錯 你要讓他知道他真的做錯了 他如果覺得他沒有做錯的話 他幹嘛要認錯呢 對不對 是這樣子沒有錯吧 所以你要不要感覺你有沒有做錯 你要自己決定 你說啊 我真的做錯了 那你才會想要認錯嗎 你如果認為我現在沒有做錯啊 我幹嘛要認錯 那這樣子 講太多就多餘了嘛 所以我們不會要求你去做什麼事情 是你自己要去感覺 你現在到底做對還是做錯 如果你現在做錯了 你想要認錯 有機會給你 但如果說你認為你現在是做對了 你做對了 那你有什麼錯可以認呢 你要翻什麼呢 不用翻嘛 所以對跟錯這個地方就會產生輸贏 那一定要有一個結果才知道 這個在會分辨對或者錯 你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 所以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好你現在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 你自己想一想 想清楚 自己想不要靠別人講 你也不要我講 你自己想 好如果你做錯的話 等一下給你一個保病符 我給你一個保病符 那你如果做對了 你如果認得你這樣對了 那個你就聽聽就算了 好不好 我們稍微就這樣 馬上回來 對五十八萬起買兩房三房 兩千六百坪水岸帝王 二十七層李天鐸建築 五十八萬起 零三六六八三五八八 國賓大樂 過去生前戰略一直不出聲 只因為我們信奉口碑 不喜歡誇大不時的廣告宣傳 但是我們十分替您心急 因為操作的困難度不斷向上提升 而您的財富卻不停地向下沉淪 您可以拒絕當一個無奈的投資人 每天看著您的財富如流水般 不斷沖濕 但您卻無力反抗 解放您投資的舊思維 您活您的投資操作 讓生前戰略精準的研判 精確的卡位 幫助您精湛的獲利 過去生前戰略一直不出聲 只因為我們信奉口碑 不喜歡誇大不時的廣告宣傳 但是我們十分替您心急 因為操作的困難度不斷向上提升 而您的財富卻不停地向下沉淪 您可以拒絕當一個無奈的投資人 每天看著您的財富如流水般 不斷沖濕 但您卻無力反抗 解放您投資的舊思維 您活您的投資操作 讓生前戰略精準的研判 精確的卡位 幫助您精湛的獲利 群益期貨 台灣首家十一大交易所會員 榮獲國內外多次獎項肯定 課要5G金錢報 帶您掌握財富重分配 詳其遵循群益期貨 這裡是我最愛的地方 這裡有我最美的記憶 這裡有最疼我的親人 出發 返鄉創業 青年創業啟動金 帶給您第一桶金 0800-06-1689 親父會關心您 好 我們先來看一些數據 這是一個盤後的數據 今天禮拜二 今天跌22點 然後成交量是695億 那今天外資在持續買超16億 這個地方要把它放大了 好 來 那麼多單目前的水位 水位是3萬2千口 3萬2千5 那麼比昨天增加了1113口 跌他也在買 所以你說今天怎麼 為什麼看起來都沒有跌 因為他在買 愛著下跌的主因就是 他一直在做多 所以這一波幾乎就是他拉上來的 這沒有別人 就是他拉的 他拉的 好 但是呢 現在各位投資朋友 你注意到 空單也有3萬口 空單也有3萬口 今天空單也增加了1045口 那這個 打了這麼多空單 3萬口的空單 他是來救散戶的 還是救他自己 當然要不要救他自己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好心 要救你啦 應該是要救他自己 或者這又是一個障眼法 這又是一個障眼法 這個我想時間會告訴我們 也不用猜啦 但是我一定知道 他沒有那麼好 要救你散戶啦 散戶等人靠你自己救 好 現在他的一個是 近多單2千5 但這個不重要 這個數據不重要 這個你看喔 這個增減幅度不大 來 但是呢 OI繼續增加 OI繼續增加 好 那這個代表什麼 昨天你要去補比 叫昨天 昨天55458嘛 昨天的55458嘛 有沒有 增加幾百口而已啊 878嘛 增加幾百口而已 所以昨天既然是 有人繼續做多 有人進來做多了 那今天他是繼續買 他增加的幅度不大 幾百口而已 但是他還是買超 好 那也就是說 已經有人 要進來吃這塊肥肉了 是誰 是誰 是主力 所以不但外資要吃這塊肥肉 主力也要進來吃這塊肥肉 那這些 散戶人要吃你 你要一個自保自到喔 你要自保自到喔 給你看的地方吃不到嘛 只要買得到 好不好 好來 那我講過上半週的一個量價 對多頭並不利啦 這個地方坦白講 這個結構都不好啦 但是問題呢 他都處在量縮了嘛 都已經量縮下來了 他現在是一個低量潮 那所以只要增量的話 這些狀況就會改變 所以我認為要改變他的量價 不難啦 這個不難 你聽清楚不難 所以要漲也不難喔 喔真的喔 那相對的嘛 要漲不難 那要跌相對也不難 所以會有直上直下的一個走勢出現 從這個地方我們知道 接下來會有直上直下的走勢 好 那要有直上直下或者繼續盤整 那麼理財算是一個關鍵 一個成交量的一個增減 他是要主宰了這個大盤的一個趨勢 來 那你要聽清楚這個成交量 他變化是怎樣 如果量能他是持品的 繼續這樣子 這個地 維持這個地量潮 那我們講過無量難漲易難跌嘛 如果維持這種地量潮的話 你說要怎麼漲啦 所以他就會繼續盤整 你要跌的困難啦 繼續盤整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的空單可以鬆 暫時啦 暫時喔 暫時而已喔 不是說一定喔 暫時喔 稍微喘一口氣的 暫時而已 但是喔 如果明天增 而且這個量增喔 因為這個是低量的因素 所以只要有一個增加的話 這個很明顯的增加的話 這個就是量增了 那如果量增的話 輸贏要出來了喔 應該是直上直下的一個走勢 下半週 我覺得禮拜十禮拜五 會有一個直上直下的一個走勢 好 那目前到底要直上還直下 我不知道齁 但是我跟你講呢 就是金融股 跟美股 對空投有利 但是也僅限這一兩天 今天禮拜二嘛 這 這美股搞不好 最慢應該禮拜三又要漲了 好應該最慢啦 禮拜三又要漲 我講是短線而已啦 短線對空投有利 但籌碼呢 對空方不利 對不對籌碼 對空方不利嘛 那這些 金融跟美股 對空方有利 好那籌碼 對空方不利 所以你自己判斷 到底要直上 或者直下 這個我不會給你答案啦 因為目前我看 我也不知道要直上還直下 我沒有這個資格幫你做決定 我不知道是直上還直下 你一定要問的話 我可以跟你講 好像直上的機率 高了一點 我只能用機率跟你講啦 這個事情就沒有絕對的 我分析師 我能跟你講機率而已啦 保證絕對 沒那麼厚 沒那麼厚 但是我會跟你講說 好像直上的機率 高那麼一點 高 高的直下 那會不會真的 直上 參考一下 你自己參考一下 可以做的就是這樣 來 福建量如果真的這麼輕 如果真的輕 你說金融庫 他的背離 會產生背離 我們本來這個 這個就有背離的機會了 這裡就是背離 他會不會上去又繼續背離 有機會喔 有機會喔 會喔 會喔 但那個背離是一個賣訓 但是問題這個背離 就可能就會等下 把指數拉上去 所以這一段啊 有可能是 剛開始電子金融 那後來變成電子 所以這自己生意啦 好 那電子股呢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那個電子股喔 你看你 如果說會聽的人聽 有人最近電子股 賺那邊邊角 如果 那不會說 不會聽的人 又在那邊反壓 那股票哪會漏 股票那個就不漏 股票當然會漏 股票會漲就會跌啊 哪有可能股票不會跌 你想那一次 說往後 股票本來就會漏 那股票不會漏 那股票沒有漏 那會反漏 但是因為這一種股票 他是防疫型的股票 他是防疫型的股票 它比較不會暴漲暴跌 它不會暴漲暴跌 那你說這個有沒有漲 有啊 那為什麼會漲 因為之前有怎樣 暴跌嘛 有沒有 有幾跌嘛 所以它會漲 那一樣嘛 一樣啊 它有沒有跌 有啊 未來會不會漲 當然會漲啊 所以 這個只要這個低點手穩 它不會怎樣 什麼什麼什麼門省 人家那裡頭看 騙貴 這支黑山在這裡嘛 這個大量已經用低點來交代了幹嘛 那但是問題這個大量有沒有高點交代 那現在來看齁 來來來 這個消息你自己看一下齁 原本中華電信要四股 當然作罷了 那現在轉到誰 轉到這個也是關股 那這關股就可能要放出來了 來 這一個看一下 重點看一下 倘若亞太電信能勝利的事故 其實也隱藏了一大經營權的一個轉彎 可以觀察 好不好 就順勢接手者 它所謂何來 為什麼要去買它 因為它有它的價值嘛 它要它 沒事情買 買什麼 好 那現在如果這個要發出來的話 會不會一個人接走 還是很多人要接 要自己想清楚 所以這個股票怎麼 穩健型的股票它本來就不容易大漲大跌 那利用大跌的時候去買進 冷帶大漲 這樣 操作股票就是這樣 簡單 不要太複雜了 好不好 我明天再見 拜拜 本投庫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缺水很辛苦 省水有背包 缺水很辛苦 省水有背包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費不知珍惜 老天爺給再多也不夠用 你今天愛水了嗎 過去生前正月一直不出聲 只因為我們信奉口碑 不喜歡誇大不時的廣告宣傳 但是我們十分替您心急 因為操作的困難度不斷向上提升 而您的財富卻不停地向下沉淪 您可以拒絕當一個無奈的投資人 每天看著您的財富如流水般不斷沖濕 但您卻無力反抗 解放您投資的舊思維 您和您的投資操作 讓生前戰略精準的研判 精確的卡位 幫助您精湛的獲利 過去生前正月一直不出聲 只因為我們信奉口碑 不喜歡誇大不時的廣告宣傳 但是我們十分替您心急 因為操作的困難度不斷向上提升 而您的財富卻不停地向下沉淪 您可以拒絕當一個無奈的投資人 每天看著您的財富如流水般不斷沖濕 但您卻無力反抗 解放您投資的舊思維 您和您的投資操作 讓生前戰略精準的研判 精確的卡位 幫助您精湛的獲利 群益期貨 台灣首家十一大交易所會員 榮獲國內外多次獎項肯定 客邀5G金錢報 帶您掌握財富重分配 詳其遵循群益期貨 與財經專家同步看盤只要一萬九千九 超值預購 史上最優 即日起購買富貴贏家型鏈金包 立即擁有贏家雙核心 一次購足 最新iPad mini 2任我行 來電速播 0223636322 看似平靜的海面 卻隱藏著知名危機 那就是離岸流 離岸流是因地形 潮水與破碎浪形成 往海裡移動的強勁水流 會將人快速帶離岸邊 此時切勿對抗水流游回岸邊 以免耗盡體力 發潮或退潮時 海面上破碎浪多 離岸流正強 切勿下水 遇到離岸流如何脫困 1.保持冷靜 2.舉手或拍打水面求救 3.不要抵抗水流 用省力的游泳方式保留體力 4.面對沙灘以45度角游回岸邊脫困 教育部關心您 這裡是我最愛的地方 這裡有我最美的記憶